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不妨说一件我自己的经历 是由一个爆炸的案件里脱险的经历 和大家共同勉励 再提醒大家 走路或是开车都不要忘了念佛 以前去拜访上广下亲老和尚 老和尚慈悲地劝明我说 要念佛念佛念念不离佛 很惭愧 我的心妄想很多 总是没能做到到和尚的教导 当医生的生活很忙 只有尽量练习 走路的时候 一步念一声阿弥陀佛 养成了习惯之后 脚一动走一步 心里就会自动地念一声佛 这样走路真是救了我一命 让我免掉一次大难 免于被土制的炸弹 炸得血肉横飞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我当时是在高雄的软综合医院 当内科医师 星期六对我们而言 并不是悠闲的周末 而是一个更忙 更需要学习的日子 因为院方会请一些 很高明的教授来会诊 并且给我们临床的指导 一直忙到晚上七点多 总算告一个段落了 就收拾收拾准备回家 心里想 妈妈可能又饿着肚子 再等我回去吃晚饭 所以我就一边念阿弥陀佛 一边走路下楼梯 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 忽然间 两脚自己停住了 我愣了一下 又念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莫名其妙的自己往后转 我也不晓得自己是为什么 忘了什么事吗 也没有 忽然看到今天晚上 排到刘贞辉教授有晚间的门诊 刘教授不但医术高明 而且非常慈悲 有热心教导后学 我应该要去跟刘教授看门诊 多学一些好帮助病人 说实在 那是我第一次 想要去跟刘教授看晚间的门诊 于是就一边又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边往诊查室走去 大约走了五六步 总之不到十步的光景 忽然间 感觉到背后有一阵强烈的闪光 伴随着很强的爆炸声 那种震动震得我胸腔有点痛 我以为是马路上电线杆的电瓶出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一向都不好奇 所以也没有回头去看 也没有理会 就一直念佛往诊查室走进去 忽然间 人群都骚动起来 有人大叫着 土制炸弹爆炸 有人被炸死了 有人被炸伤了 我的头脑很简单 生平又和炸弹没有任何瓜葛 而且现在又没有战争 怎么会有炸弹爆炸呢 在我的脑子里 总结的 大概就像弟弟他们做实验 用一些做爆竹的材料 所做的爆炸吧 然而忽然有一位 本来是在医院门口 排队等候顾客的计程车司机 他的肚子被炸开了 肠子都跑出来 这个人忍着痛苦 抱着肚子冲到医院里 就倒下来了 医护人员都赶快给他急救 很多住在医院楼上的病人 也跑下来 他们觉得 怎么大地震动 连天花板的漆都震得掉下来 这样大好的周末 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惨案 佛说世间无常 人命在呼吸间 真的一点也不错 刚才假如没有念佛 佛力加倍 突然自己双脚停下来 又向后转 那么被炸的血肉横飞的人 就是我 因为炸弹是在医院门口 骑狼的记车处爆炸的 那就是轰动一时的排肥案件 我向来都没有看报纸的习惯 详细的内容也不了解 只是听同事 医师说 排肥公司 有一个人 以前当兵的时候 曾经在兵工处 所以他会做炸弹 他和同事有些不和 心中愤怒不满 所以做了几个炸弹 把炸弹的导线 连在摩托车的车灯 当发动车子 又点亮车灯的时候 就会爆炸 威力大道足足 可以把人炸烂掉 那么为什么会在本院的门口爆炸呢 因为先前已经有一位排肥的员工 在别的地方被炸伤来住院 他这位同事是来医院 探望受伤的人 来探病的人 没想到 自己的车子也被安了炸弹 他来的时候还是白天 没有点亮车灯 所以没爆炸 回去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他在医院门口 发动车子 就打开车灯 灯一开 就炸得伸手溢出 头和手脚都炸开 炸碎了 我们的身体 真是像个肥皂泡泡 随时都会破灭的 这样短暂 有虚幻的人生 何苦用来结冤仇呢 炸毁别人的人 也很快被法律制裁了 因果是丝毫不差的 也是自己做了 自己要受的 真是令人惋惜 宝贵的生命 葬送在一时的怨恨当中 佛陀说 我们有贪爱 愤怒 愚知的烦恼 就如同三种毒药一样 可怜 我们常常喜欢自己 制造毒药 由自己服毒而死 佛菩萨对一切的众生 不论是善是恶 都如同对自己唯一的孩子 一样爱护 遇到孩子这样傻傻的 不肯听劝导 而独害自己 佛菩萨也只有流下眼泪 奋不顾身地追随他 甚至到地狱去救度他 永远不舍弃地劝导 直到他愿意觉悟 离苦得乐 让我们祈愿 他们早日觉悟 离苦得乐 虽然常常看佛经上说 人命无常过于山水 今日虽纯明意难保 但是我们真的很少用心去体会 总是发生了不幸才追回 在我当时突然双脚自己停住 不往前走 又向后转的时候 虽然心中觉得奇怪 愣了一下 但也没料到 等一下会发生这样的爆炸案 我算算那爆炸的地点和时间 当时我若是往外走 必定是炸死无疑 而且死无全失 我深信 这完全是福利的加倍 因为走路的时候 步步念阿弥陀佛 才让我免掉了一次大灾难 佛的慈悲是平等的 就像电磁波是充满空间的 但是假如我们不开电视机 不把频率调好 就收不到影像 佛的慈悲 也像阳光普照一样 只是每个人愿意接受的程度 和运用的程度不同 如果我们用妄想烦恼的黑布 把眼睛蒙起来 那么再亮的光明也看不见 我们的脑子不停地胡思乱想 就像一直蒙着黑布一样 念佛就是拿掉了 妄想烦恼的黑布 享受光明照耀 عم啊 好 我是 传统我 他 我 不是 我 嗯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